国立健保集团旗下的综合诊疗所 今天上午的电脑系统都出现了故障 长达一个小时 导致一些病人无法看诊 受到影响的包括红帽桥 后港大巴窑 益顺 雾兰等9家综合诊疗所 诊疗所的电脑系统在今早8点20分到9点20分都出现故障 国立健保集团在回答记者询问时表示 诊疗所的电脑系统出现间歇性故障和速度缓慢的现象 系统故障期间有部分病人被劝离 而另外一些病人则需要等待较长的时间 诊所被病患进行了人工登记 并且先行照看有紧急医疗需求的病人 集团正密切留意电脑系统运作情况 并且调查故障原因 除了受影响的这9家综合诊疗所之外 另外9家新加坡保健集团旗下的综合诊疗所 电脑系统正常运作